这是我花一千万越南盾娶的越南农村媳妇 她叫小秋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现在有一个两岁的男宝宝 目前在我们贵州老家创业 做点挂面 大家也知道的 我不要 每天我们干完活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 她实在太饿了 受不了 直接买一桶泡面吃了 我看你买饿的 我不饿 我就想问你老婆 什么事 是什么让你远嫁千里之外的外国 还嫁到农村 然后嫁给一个穷小子 还每天那么辛辛苦苦的 一句怨言都没有 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就觉得吧 嫁在我们那边也是一样 嫁在中国这边也是一样 咱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我们都是要肯干 自己会做事情 自己会挣钱 才可以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好 而不是说我在这边辛苦 那我就回我们那边 如果说有这种想法 就不行了 你怎么 现在还这么问我 那我看你 从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变成一个 满脸惆怅的一个 妈妈 对 怎么说呢 我觉得吧 能生孩子 有孩子 我是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伟大的 就把我们生活过得好好就行了吧 想那么多干嘛 那你嫁给我这么些年 有过后悔过吗 我从来没后悔过 我妈妈还很开心啊 我自己也没有会后悔过 我家里每个人也是 觉得我现在过来也是蛮幸福的 像有时候我妈妈说 还好你是嫁给她 如果说你在这边的话 不知道你多么苦 因为在那边 有时候确实感觉到自己挺无能的 找了个贤惠 然后又能理解自己的老婆 现在当今这个社会 还让她跟着我一起吃泡面 那这不正常吗 早上吃面条 下午饿了吃点泡面 正常了吗 我觉得 其实你那么优秀 我感觉 就算现在你离开我 可能喜欢你的人还很多 为什么不去找个好一点的生活 选择我这个人呢 你是不是疯了 那我感觉 你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我们在一起都有了孩子 我就算我能找那你也能啊 没有谁是缺少了 谁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有家了 有孩子了 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找不到更好 你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现在我如果说不要你的话 我妈妈都不让我回家 你知不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呀 你看我妈妈还有我爸爸 我弟他们 我家新奇 那么喜欢你 现在如果说 我那样子做的话 那错肯定就在我了 因为毕竟你要没骂我 你也要没联合管 你又没有干嘛 是不是 我走干嘛吗 我就感觉挺对不起你的 别人对不起呢 就是别人嘛 一年半年的带老婆回娘家几次 我都五年多了 你看从结婚到现在都没有带你回去过 挺 我们我们不是明年就回去了吗 其实有时候他们生病了 我们确实在了远 然后挺无奈的 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很关心他们呢 而且你也是对他们也很好 他们就说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都行 反正你 现在我们还年轻嘛 要多挣一点米 反正他们大人了 他们已经辛苦了吗 然后他们只想让我们生活过得好一点 那时候再回去都没事的 就是看着你每天跟着我吃泡面 一起干活 然后就心里说不出的心酸 那这个有什么吗 我吃面条腻了 我就弄点这个也没事啊 看我们家宝宝那么可爱 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愿意的就行知道吗 大家好我是小潘 昨天因为某些事情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在直播间呢 骂了小秋几句 经过我一夜的反思 确实是我的错 跟屏幕前的网友 说声对不起 还有我的老婆 上去啊 过来嘛 大海这个单车好好救 哟 不会骑的 跟着我这么久了 也是 啊 我的情况 我的那个性格 你也知道的 昨天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然后当着大家的面呢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啊 我错了 对不起 可以 认了 毕竟也是夫妻的 啊 你你跟我对不起 那我肯定是要认了 如果说我们一直这样吵下去的话也不行 爸妈看到他们也不开心 是不是 还好是他们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你非常的理解我 然后 原谅我 啊 我没有站在你的处境去想事情 对不起老婆 没事没事 我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大家呢 我就原谅小潘了 哈哈 然后现在最重要的 我们要去剪财 回去 做饭吃了 昨天的事 今天就不说了 这自行车是小秋新买给大海的 哈哈 好凶啊 那么调皮啊 要不要吃糖 不要 哈哈哈哈 他说的不要吃糖 你说普通话不说贵的话 大海啊 刚才我见有人过路 他问你这自行车是谁买的 你怎么说 我说我的人买的 搞得我在旁边尴尬 哈哈哈哈 我听到他说 哇你哥给你买单车好漂亮的 说 是我大嫂买的 哈哈哈哈 走 那去拿点柴火 我们就回去了 对啊 等一下还要做饭碳吃 然后 捡好财 还要去下面拉一点那个水回去喝 啊 没有了 家里面没有了 你们有没有拿损了 没有了 那走了 去上面路边随便捡一点就行了 笑一片老天 嗯 我笑的呀 好帅啊 哈哈 走啦 不先走去啊 好 去嘛 明天他要读书让他多多骑一点 这样到他读书中的时候 他他会骑我们就不用送了 管他呗 你看他那个样子好喜欢啊 走了你看 走 我们骑电车 我们骑这个 我们骑我们的汽车走 上晚 你说我也有车呢 哎呀 我 你又去看了吧 小叔啊 嗯 拿一点点就好了啊 一点就够了 天都可以了 嗯 小爸爸快点 小爸爸回家了 爸爸回家了 好 马上走了哈 要一点回去做饭就够了 奶奶再来嘛 好好 谢谢